歡迎收看今天的低成本點愛台 然後我就去問這大帥哥說你幹嘛連這種事都騙我 然後這大帥哥都說你開心了嗎 我原本就是個處男怎麼樣 我就是硬不起來 還是這種大帥哥都會活在一個人設裡就是 喔我知道我自己很帥 但是呢我並沒有被世俗污染 幫這個有妄想真的大帥哥破除了一段荒謬的愛情故事 今年萬聖節因為你知道我往年萬聖節 我都是會提前兩個禮拜就開始盛裝 就開始訂購衣服啊 然後我通常都會把我所有朋友找來 就是因為我就是要搞大 今年就是太忙我就沒有用 那就是很不爽 你知道看萬聖節那一天看所有人都扮裝 然後走在街上就覺得 好氣喔 又覺得前年就是整個台北都是小丑女 然後去年就是全部都是鬼滅 今年全部都是魷魚遊戲 我想說大家過完小丑女那一年不就應該要知道 就是魷魚遊戲播出來那個時候 應該整個台北大家都會扮成魷魚遊戲了吧 怎麼還是一堆人在扮 我那天刷現實動態 會真的以為整個台灣大家都欠錢 怎麼全部人 怎麼全部人都是那件綠色運動服 反正我今天就是西門找我朋友剪頭髮 因為我通常只有剪頭髮才會去西門 就是已經很久沒去 我這次去 欸嚇到欸 就是西門帥哥怎麼變這麼多啊 差不多每轉一次完就 怎麼又有帥哥 雖然現在都戴口罩 所以我也不確定 整個形象就是很高 然後五官是立體 穿得又很帥那種 雖然現在西門還是有很多那種瘦不拉計 然後穿白T很緊 然後走路這種的男生 但是大概每轉一次完 就有一個大帥哥會出現在西門的路上 旁邊可能跟一兩個男生 也不是跟女朋友一樣走 就哇靠 西門怎麼是帥哥變那麼多 搞到我走在路上都好緊張 因為你知道我看到帥哥 我覺得應該很多女生都是這樣 平常很愛講 但是真的你看到一個大帥哥出現在眼前的時候 會瞬間 你知道完全不知道該做什麼反應 然後眼睛完全不敢盯著那種大帥哥 就是他可能是朋友帶來的嘛 或是哪個局上出現的男生 講話都不敢看著他講話 還會想要裝酷 你知道就是 表現的 欸我不知道眼前有一個大帥哥 嗯 有人很帥嗎 我沒有看到啊 大家都長得很平凡吧 就是還不能讓他知道 我知道你很帥了 因為你知道帥哥的大忌就是 帥哥不能意識到自己很帥 就那個男生 每一張貼文都是自拍 或是叫別人說 欸你可以幫我拍一下嗎 然後照片都是 不知道在看哪邊 或是那種自拍 然後他就是 這種男生就是知道自己很帥 不行 大妹 那種局就是 比如說這個男生 他可能是你朋友的朋友 所以他就認識你 他說欸 杜杜我知道你啊 你蠻好笑啊 什麼的 然後你知道瞬間又是 這個大帥哥 覺得我很好笑 所以我不能辜負他 然後那天晚上 你就會拼命的搞笑 因為你不能讓那個大帥哥失望 反正每次遇到大帥哥 你就會變得 我啦 我就會變得很 沒有辦法做自己 那你們能想像 真的去跟這種大帥哥交往會怎麼樣嗎 今天呢 是來自 他這個名字我不會念 L Y N N 是 令嗎 令應該是令 令 令吧 是來自一段 自以為是開放式關係 但只是在幫屁孩破處的 令的故事 今年五月呢 因為朋友的失戀 所以呢我就陪他一起下載 Tinder 這是什麼爛藉口啊 想滑就想滑 還在那邊 因為陪朋友 好啦 結果呢他第一天就滑到了一個大帥哥 而且那個帥哥呢還是學校校對的 他當天馬上截圖給他的姊妹 就說 欸你看 我們就約了在圖書館見面 因為那個禮拜好像剛好正縫要期末考 結果看到他本人 哇靠 比照片更帥 但是就是我前面講的那個大帥哥定律 所以你不能在那個大帥哥面前裝作 我知道你很帥 所以呢他就裝得很冷靜 然後繼續埋頭苦毒 所以呢他們也沒有聊幾句 我不知道這個令是不是也是因為大帥哥定律啦 反正要是我一定會假裝我不知道你很帥 圖書館結束以後呢他就提議說 那不然買晚餐去我家 那去了以後他們當然就是抱起來熱吻啊 我心裡那時候還想說 哇 大帥哥的嘴巴清起來就是不一樣 我很想要繼續 但我又不想要做安排中以外的事情 所以我就跟這個大帥哥約好說 期末考考完這個禮拜日 我們就來打炮 當天我有先確認過他屌的大小 然後呢還有盡情的摸這個大帥哥的腹肌 哇所以這個大帥哥是臉帥 身材又好然後屌的尺寸又很好 反正就是個外型非常OK的一個大帥哥 這個大帥哥呢舉手投足都透露出 我就是個世紀大丸咖的感覺 就是不管我做什麼他都笑笑的 就是可能做什麼他會覺得 你真的很可愛 真的是大帥哥都會這樣 表現得非常從容不迫 也不會讓我覺得那種小家子氣 或是害羞的感覺 也不會做出給人安全感的舉動 例如什麼摸你的頭啊 摟你的肩啊什麼的 反正他就是表現出一副 人生萍水相逢 大家誰也不欠誰的那種 放浪不羈的大帥哥的感覺 我們在他家附近就是抽煙散步 我看著他高大帥氣的背影心想 跟這種人在一起一定很沒有安全感吧 回家後呢 我還很興奮的跟我姊妹說 我get到一個非常優質的炮友 我姊妹還很擔心我說 你不會暈船吧 我心裡也很擔心 隔天中午呢 這個大帥哥就突然打電話給我 結果我就吃飯 我心裡想說 我們不是都約禮拜日打炮了嗎 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要讀書耶 這個女兒到底是多愛讀書 還是他已經等不及了 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要讀書耶 他說沒關係啊 我陪你讀 當天呢 我就確定他應該是暈船了 雖然很難相信 畢竟他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個 你知道放浪不羈的大丸咖 而且呢 他還說過他有兩個炮友 兩天後呢 我就從我們的共同朋友當中 聽到說 原來他說過他交過一任女朋友 根本就是騙人的 他根本就是母胎單身 這個大帥哥只是單戀過這個女生 然後被拒絕 然後我就去問這大帥哥說 你幹嘛連這種事都騙我 然後這大帥哥都說 因為我怕你覺得 我是母胎單身 很遜啊什麼的 我想想 如果一個大帥哥 連這種事都騙我 會覺得 我會不會覺得很可愛啊 這個大帥哥就一直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 其實我真的太太面子 我怕你覺得我很遜啊 結果突然間 開始深情的跟他告白說 學姊 我喜歡你 然後我就想說 我們根本什麼事情都還沒有發生 還沒有經歷 這個大帥哥在深情什麼 還是大帥哥其實都有一個成分的妄想症 因為他們就覺得自己很帥嘛 所以就會活在一個奇怪的人設裡面 不知道 兩天後呢 就是期末考考完了 我就約這個大帥哥出來 想說跟他講清楚 說請他吃飯 然後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我們還是比較適合當普通朋友 結果呢 這個妄想症大帥哥 突然喔 不知道他的惱羞成怒還是怎麼樣 就露出了有那種 玩事不公的那種渣男笑 就說 學姊你 你是不是誤會啊 我只是跟你玩玩的 我只是想打砲好嗎 然後他演的就是非常玩事不公 那時候瞬間還覺得 是不是我自己想太多 自作多情 畢竟他是個大帥哥 這一次不歡而散以後呢 我們就四天沒聯絡 結果四天後 這個妄想症大帥哥 突然賴我 就說學姊 你現在有空嗎 可以跟你借一分鐘嗎 他就帶了一杯飲料 跟那一天我請他吃飯的飯前來 然後一邊哭呢 一邊跟他說 學姊 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如果不來找你 跟你道歉 我一定會後悔一輩子 當時呢 我就有點心軟 畢竟他也是個堂堂校隊 在我面前哭怎麼哭啊 我就把那些屁孩行星拋出腦後 自此 就開始了我一段 只是幫這個有妄想症的大帥哥屁孩 破處了一段荒謬的愛情故事 這個令他好像很不想要承認 因為他說我快瘋了 要不是為了投稿 他根本就不想要回想起來 我對他的好感呢 一切都僅限於他的外表 就是可能跟他走路在路上啊 會很有面子 就別的女生可能會看他啊 或是朋友跑來說 欸你那個朋友很帥欸 或是因為他校隊嘛 可能在場下看他打球啊 還是會燃起他的少女心 可是一切都僅限於外表 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很喜歡他 所以呢 我就跟他講好說 喔那我是想要一段開放式的關係 這個妄想症大帥哥呢 也說好 你知道歐美那種 我們兩個就是不拘束彼此 我們就是那種比較開放式的關係 我們各玩各的 跟你們那種每天 就是鬧分手啊 吵架啊 然後離家出走的那種幼稚感情 不一樣啦 但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我的幻想也開始慢慢的毀滅 因為這個妄想大帥哥呢 他不但有妄想症 還有分離焦慮症 就光是連我去上廁所 超過兩分鐘 他都會開始敲廁所門說 欸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他說欸你在幹嘛啊 你怎麼上那麼久 就已經到這麼恐怖的地步 而且呢我還默默的發現 他會開始一直跟他的朋友說 喔他就是我女朋友啊 我妻啦 然後呢 還會PO我們兩個的合照 而且那種合照 是用那種美肌軟體 就是拍起來很像國中屁孩 可能有那種小貓啊 然後或是那種你知道 就是臉都 那種照片 然後呢還會tag我 我就覺得 幹超丟臉 於是呢每隔一段時間 我就一直要提醒他說 欸我們不是男女朋友 我們是那種走在實在尖端 開放式關係的那種都市男女 然後呢這個男生就會 這個這個妄想症大帥哥呢 就會很低潮 我還要忙著去安慰他說 沒有我沒有變 我還是一樣 我沒有新歡 只是我覺得我們是開放式關係 一直這樣無限輪迴 就是隔一段時間我就要提醒他說 我們沒有在一起 我們是摩登式愛情 走在愛情尖端的開放式都市男女 然後他就會低潮 然後我就要再安慰他說 沒有我沒有變 我還是很好啊 只是我覺得我們還是 走在實在尖端的都市男女 就跟那個我前面唾棄的那種 每天吵架分手的那種蝦情侶 根本就一模一樣 有一天這個妄想症大帥哥 就突然跟我說 呃其實我原本是處男 前面那兩人泡友 我都只有約過一次 但我都硬不起來 哼 你開心了嗎 什麼東西 他就是他的妄想症又發作了 他就覺得 你不就想要看我難看嗎 我現在我整個心都給你啦 我剖開給你看 你開心了嗎 我以前原本就是個處男 怎麼樣 我就是硬不起來 你開心了嗎 隨著越來越了解這個人 我發現這大帥哥自信 玩咖的外表下 根本就是個中二大屁孩 都已經大三了 就是對自己未來還沒有規劃 欸你 這樣不代表是屁孩好嗎 因為我也是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對未來完全沒有規劃 然後被延避了覺得很帥 我也被延避了好嗎 雖然我沒有覺得很帥 這個令應該就是覺得這種大帥哥 然後又不怎麼讀書 我覺得他們學校應該真的蠻好的 他對自己的外貌呢 非常敏感 就是常常會開玩笑的跟我說什麼 你就是胖啊 你就是老啊 臉上有痘痘啊 什麼的 然後有一次我可能就是開了一個 稍微有點擦邊球 打到他外表的一個玩笑 就可能說什麼 一定是因為你不夠帥 這個人就一直問我說 你真的覺得我不夠帥嗎 我真的不帥嗎 你真的覺得我很醜嗎 蛤你真的覺得我沒有那麼好看是不是 反正這個男生就瞬間大走心 欸大帥哥真的不能覺得自己很帥 我經歷了一段非常矛盾的時期 一方面呢看著他的臉覺得 哇真的長得好完美 一邊呢想到他內在 真的讓我覺得非常噁心 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 他在睡覺我就這樣一叮了他的臉 我努力的想要從他帥氣的外表中 看出一丁點他內在其實很噁爛這件事情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 人的內在是不是被安裝了一種內建系統 就比如說 喔這個人的鼻子這麼好看 他怎麼可能是會殺人放火的人呢 就是這種 不過到後來我也完全不覺得他帥了 事實證明 再高的顏值 有一天也會被你噁爛的個性給抵消殆盡 會嗎 如果我有一天認識了一個大帥哥 他個性真的很爛 這個令人說 我真的很不想要用這個屬於情侶的詞彙 但他想不到別的詞跟這個男的結束 提出了好幾次分手 這個故事呢才就此結束 事實證明要跟 要在現實生活中跟大帥哥交往 真的不是一件 我真的覺得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是沒有跟大帥哥交往過 真的跟那種很在意自己形象外表的人交往 真的會 壓力會太大 就是你不敢在他面前辦醜 然後呢 你也不想讓他做出一堆讓他 你這樣子很丟臉的行為 就可能會沒有辦法做自己 然後這個人又做什麼都很在意自己形象 就會覺得很煩 你們覺得大帥哥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很帥 有不知道自己很帥的大帥哥嗎 我覺得沒有 還是這種大帥哥都會活在一個人設裡 就是 喔 我知道我自己很帥 但是呢 我並沒有被世俗污染 其實我內心是很專情的 唉 你們其實都只看到我帥氣的外表 其實我內心的單純 有誰能知道呢 這種你知道大帥哥都會活在一個很奇怪的妄想裡 所以呢你以後遇到這種暈船的大帥哥 他傳了一堆照片啊 或是他傳他的屌照給你 就全部存起來 去設一個男性的Tinder 然後拿去仙人跳一堆有錢的蝦妹